志工阿姨們一起去做服務 所以其實我當時同時就在想說 那有沒有適合蘭嶼比較在地他們的居家護理的一種服務的模式 所以那時候我就背著大包的行李 然後坐著小飛機就到蘭嶼 那蘭嶼居家光環協會當初成立的時候 這邊旁邊是蘭嶼的那個醫療大樓 就它是四層樓的大樓 就是它具有肩負醫療功能 就有些病床啊 然後X光機器的一些大樓 然後旁邊是它過去舊的衛生所 所以就是一個小小的空間 然後居家光環協會就在 然後那地方其實常常停電啊停水啊 然後我們的電腦就常常 欸 用右下午就它就自動當機 所以我們每台電腦都安裝那個不斷電系統 對 然後或是冷氣就沒有下午 其實下午就是非常非常熱的環境 但就很感恩 後面大概經過十年之後 他們就自己募款 然後蓋了總站 就是這是一個兩層樓的一個空間 然後他們現在也在那邊想要做一個 像是居家護理的一個居家護理所 就會有些老人是可以在那邊修養的 那人類學的方法呢 就老師就跟我們說 你要到蘭嶼去蹲點 就要長住在那邊一段時間 然後參與是觀察 就是你要跟他們做什麼就做什麼 他們像我的阿姨夏田就跟著夏田 然後如果今天部落有活動就跟著去 那時候有參加非常多一些部落的 像他們有晚上就是唱傳統歌謠 就整個徹夜就是唱歌 然後白天就會殺住 然後他可能是一個房屋落成儀式 或者是小船下水的儀式 所以就我覺得就等於 我不只是在跟這些老人互動 然後也參與真的部落實際的生活 那這個最主要目標是 你希望去了解他的思考邏輯是怎麼樣 他為什麼在這件事情上 他的生活脈絡為什麼會形塑他們有一些價值觀 或是一些想法 那我就跟著那些居家觀環協會 最重要的是我也沒辦法一個人去做甜言 主要是因為語言的障礙 我必須跟著一群志工 然後去訪視老人 然後他們可以幫我翻譯 那訪視的時候有些是蠻特別的情況 就像進去一個小房間 然後就會發現 所有的阿姨都沒有準備進去 就只有把我推進去 然後出來的時候才跟我說 因為剛那個老人生重病 然後指派了一個跟他是有親戚關係的進去 然後其他阿姨都在外面等待 那我呢 他們覺得這是外人就沒有關係 對 那 好 那這個時候我們就也開始做一些 就是簡單的分析 就說 這些居家觀環協會的志工 他們可以提供老人哪些部分 其實我們最主要會認為 一開始會覺得 老人需要的是一些身體照顧阿 然後像家事服 可是我們實際看一些志工他們的服務紀錄 他們其實老人最願意做的就是精神跟休閒服 講白話就聊天阿 結果老人就喜歡跟你聊聊天 那這個為什麼呢 結果其他事情為什麼做的比較少呢 那我因為我們就說我帶著我的問題意識 就第一個我很好奇 蘭嶼的老人為什麼要選擇獨居 我就問我的那個報道人 結果我後來就住在一個阿姨家 然後跟他 就他就成為我的主要報道 我有很多問題可以就是請教他 然後他就跟我說 我們蘭嶼沒有獨居老人阿 你們台灣才有 然後對 然後後來他我們就一直在不斷在討論這件事情 因為其實獨居老人這個概念 可能是一個現代性的概念吧 就對 然後就跟我說老人就Cutton 我就說那為什麼那個紀錄片裡面 老人家都自己住在一個小房間 然後他就說那個不是小房間 那是一個工作房 然後他會怕說他跟其他他的孫子被住在一起 他會怕他的靈魂去影響到這些小孩子的靈魂 那另外是說 但是他說這樣也不算獨居阿 他本來是會跟長輩一起 就是跟他的兒子一起吃飯阿 對 那我就覺得獨居這個真的存在阿 那一開始剛剛另外一個講 就是蘭嶼認為 就很多東西是因為 生病是因為有惡靈 所以他就是會傳染這樣子 所以一 可是 所以就會有很多禁忌是跟惡靈有關係 所以好像生重病的人就是大家都不能接近 那大家都不能接近 可是蘭嶼有一個習俗是要求說 生重病的人是家屬都要 就是近親都要回來 就不管你在多遠地方從台灣還是哪裡 就是都要回來 而且如果今天知道這個老人家 就我的鄰居知道哪一個老人家今天晚上狀況比較不好 我就只要走過他家門口 看到他家屬的人數就知道 人數越多就表示他今天狀況不好 對 那如果人數少就表示他最近病況比較穩定 最後我就有一個很大的疑問 如果那個安妮度 就那個惡靈會傳播 那他怎麼只會傳染給 就沒有親屬關係的人 那為什麼那些親屬關係的人 反而是他們一定要回來看他 那個安妮度會認得 就是哪些是親人 哪些不是親人嘛 所以我覺得好像也不是 原來我認知到說 就是生病是因為有惡靈 然後就沒有人敢靠近他 所以我覺得當初就大概會從兩個面向去看 一個是說 剛剛我就獨居嘛 獨居我就要了解說 到底是什麼 是他們認為一個家的概念 哪些是家人 然後哪些是他們認為是 同一個家的範圍 那當然有就是跟 哪些人可以去照顧老人家 或是照顧一些生病的人 這個比較屬於也是親屬關係 所以我大概從這兩部分去處理 所以我那時候就 呃 剛去的時候其實我 護理系剛畢業其實也蠻多衝擊 就大概也會看到頭獅 那個頭獅不只是 就是很多頭獅蛋 而是那個頭獅會咬到他的頭皮破掉 就是很多很多的傷口 然後我們必須就是先幫他把頭髮就剪掉 因為傳統達悟族女生是結婚之後 終生不剪頭髮 所以剪頭髮這件事老人是很抗拒 但我們就不斷要跟他就是溝通 然後就先把他 那個頭髮就剪短了 然後剪短就要開始 把他的那個頭獅蛋先就是洗掉 然後洗掉之後就先要做那個頭皮的護理 然後也陪著這些志工阿姨去打掃一些老人的家裡這樣 那慢慢我也看到 就原來他們 就蘭嶼的地下屋就有一個是主屋 另外一個是工作房 然後另外是兩台 所以只要住在一個家屋宅地 就是這個一個家屋的範圍 就他只是分成三間 但是他就是同一個家的這樣的概念 然後他們的那個房子是會進階的 就如果你剛結婚的話 兩夫妻剛搬出去就是蓋一個兩個門的房子 然後當你們有生小孩之後 就你的位階又進階 你就可以開始準備可以蓋三門房 那如果說你們兩個夫妻非常非常的勤勞 然後在部落裡面大家也對你們很多肯定 那你可以試著挑戰看看要不要蓋四門房 可是你是不是要蓋四門房 這件事情就是來於有一個概念是 認為如果你今天的地位你的能力 你的就還沒有到那麼高 但你去就是蓋了四門房 就是餘悅你的位階 這時候那個安妮獨就會來整你這樣 對所以就是就你要試著看看說 到底是不是你的就是能力啊 然後你的命夠不夠硬可以蓋四門房 所以這個主要說原來就我主要要看一個家就是 只要是住在這個同一個空間裡面 它就是一家人 所以有一個主屋最重要是它會挖 挖比較深在地下這樣 然後會有一個立起來的工作房 雖然叫做工作房 但實際上這個空間是可以住人的 它可以做一個空間的調節跟運用 然後另外一個就是涼臺 就可以乘涼的地方 但它是高起來的 請問一下一門二門三門四門的整個房 一門二門三門四門我就這邊有一個 這個像這個是一個四門房 因為光線的關係所以看不到 像這個是一個四門房 一二三四 對就是它主要是以主屋的那個門口 一個兩個三個四個 然後這種大的房子裡面會有一個大的獨木殼 有一個大的那個木柱 對 然後如果像因為這是野營的傳統屋 那它就是一整片還算完整的保留 那就可以看到說像這個是 埋在地下的主屋 然後這個就是工作房 然後這邊就有一個立起來兩台 它雖然不一定用同樣的位置 但就是每一棟就一個家屋宅地 就是這個是地下屋它的工作房兩台 對就會看得比較清楚一點 這是我剛剛說那個主屋 然後像這個是工作房 工作房原來有些它會是曬飛魚啊 然後是做一些儲藏的空間 但這個空間是可以做靈活運用 就是說它 它是可以住人的 所以雖然叫做工作房 好那我們就看看 埃羽是 他們到底是哪些人會住在一起 結果我發現 假設如果一對夫妻 然後他有生三個兒子 然後一個女兒 然後所以他可能剛剛好 因為其他兒子就前面 他們就搬出去蓋自己的兩門房 但他就要自己找地 或是家族裡面的地可以開 可能他就是從他的兩門房開始進階這樣 然後小兒子剛好就住在一起 所以他們就會 可能就是夫妻會住在那個主屋 然後小孩他後來也生孫子之後 他們就住在工作房 但是就是每天回家 就是大家就一起吃飯 然後女兒就就會嫁出去嘛 所以這些主屋跟小孩就住在工作房 然後這些其他孩子就自己去做他們的家屋 那如果說 就太太死掉剩下官夫的話 那因為 蘭嶼主要還是父系繼承為主 家屋是父系繼承 所以就是官夫就自己 就那個爸爸就自己住在主屋 然後小孩子繼續住在工作房 就不會換 就不會說把爸爸搬過來工作房 然後小孩跑去住 但另外一個狀況是如果是寡婦的話 寡婦會搬過來工作房 然後小孩會搬 小孩跟孫子就是會搬到那個房子裡面 那主要是因為他這個房子 是準備繼承給兒子 就是兒子已經是這個家裡面的當家的人 那所以寡婦會跑到工作房這件事情 就他會看起來比較像是一個獨立的空間 就如果你沒有從家屋概念看的話 那因為我剛剛說蘭嶼後來就 像東青是整個把地下屋都拆掉 然後只剩下就是水泥房 所以他就整個會看 就看不清楚完整那個家屋的樣子 所以寡婦住的工作房 就可能這邊是國宅 就他們住在水泥房國宅 然後就在 假設附近有地的話 就是任何的機靈地啊 或是空地啊 反正就是找得到地方的時候 會幫寡婦蓋一個就是工作房 可是他整個樣子就是非常像 一個獨居的房子 所以在後來就跟蘇蘭姐在討論說 我們其實發現 確實他當初接觸到很多 看起來像獨居老人的 他們其實都是女生 然後是寡婦 對 那 好 所以就如果你重新回復到家屋宅地 這個概念 就是他其實跟孩子住在一起 他就是每天回去吃飯的 那如果弄成水泥房 就因為水泥房 不像以前的空間那麼彈性 他有可能就往上加蓋 就是變成 欸主屋是 就是一二樓 然後小家庭住在一起 然後媽媽住在隔壁的房間 那就他有各種不同的變形 有些就是媽媽住一樓 然後小孩住二樓 那如果兄弟分家呢 就以前的地就很彈性 但現在改成國災之後 你就是這塊地 所以他有可能就會變成 像這個就是變成 其實像剛剛那個一樣 就是媽媽住在隔壁 但是問題是 這塊是哥哥的地 那哥哥就會發現 欸他就是沒有空間 他就很自然何然 他有可能選擇 像這一家就後來 哥哥都一直在台灣工作 就比較少回來 但我剛剛講到說 有些部落是 像野營呢 他 就傳統屋還可以保留 就是整片 我們剛剛看到照片 就是整片 都還是完整的傳統屋的樣子 他的國宅是在旁邊蓋腹地 那這時候年輕人 他其實已經不太習慣 因為其實傳統屋裡面 第一就是沒有 電可以牽 然後再來水 每天要去接水 那沒有廁所 就是這些 對孩子來講 就中壯年一輩 他們其實不太習慣那種生活方式 所以大部分他們會慢慢選擇 大國宅區居住 所以這時候就變成 嗯老人家 就是你會走到 傳統屋社區的時候 都是老人家在住 然後年輕人都住在一邊 所以這很像就分開了 就好像老人跟孩子沒有住在一起 那東青的時候 就有一些老人家 像假設這一部來講 就是他老人家覺得我不想 我不習慣住水裡 他就可能在旁邊 他只要有地 他就該在旁邊 就是可能因為整個生活習慣的不同 所以就我剛剛大概 大概就解釋到說 那個獨居就是像我報導人講的 就是藍瑜本身在傳統文化裡面 並沒有那個獨居的概念 只是因為他們就現在因為社會變遷 然後住居政策的改變 所以才變成這樣 那另外我剛剛問的問題 就是我剛剛想說 欸誰應該要去負責誰的照顧 這種問題 結果我最後比較探討 他根源我覺得是一個 當地的親屬倫理 那這邊有一個 就阿嬤她那時候九十幾歲 她是就是雙眼拳嘛 然後我跟志工阿姨去看她的時候 因為我們都會悄悄偷偷進去 然後就開始想要幫她動收吸收 就會開始要 就會想說幫她打掃阿真理 她只要一聽到 她就會說 你們什麼事都不要做 就跟我聊天就好 然後她也不要我們幫她洗澡阿洗頭阿這些 她就會說 就好像自己 你們就幫我洗頭洗澡阿 然後其實我已經病得很嚴重 然後我沒有辦法自己做這件事情 所以才會讓其他人幫忙 而且就更嚴重她說 就是你這樣就是詛咒我快點走這樣 對 然後她也講到說 我還有孩子在阿 你們又不是我的親戚 為什麼要幫我做這些事情 那所以我說老人其實就是我們 面對到這些老人 她其實拒絕我們的理由有很多類 不是只有一種 像她說就是她身上有晦氣 可能生病這種狀況 然後另外說她覺得她沒有病得很嚴重 沒有到說要人家來照顧我 然後另外就是說 我們不是她的親戚 那最終她講說我還有孩子阿 即使她的孩子是在台灣喔 就很少回去 或者她說我還有小孩阿 她說因為這個我後來才發現 是一個老人最在意的事情 因為她會說 如果你有外人來照顧我 就是詛咒我沒有孩子 就是詛咒我 像是都沒有生過小孩 或者孩子已經死掉了 才會讓外人來照顧我 所以她就會為了 就是為了她的孩子的問題 所以她不會讓我們這些志工 都是外人去照顧她 就即使一些很簡單的事情 那過去就因為以前是 就孩子會繼承父母親的財產 那同時孩子就也會負責 照顧就父母親的晚年 然後所以她就會覺得阿 你來照顧我 我又沒有財產可以分離 因為再來於如果是 她是沒有生小孩的 她是沒有生小孩 如果你今天是孤兒阿 或什麼 你是可以介由說 就是任一個乾爸乾媽 然後去照顧她 然後就可以得到她的財產 所以就也會因為這樣子的顧慮 所以她覺得說 你來照顧我 還要付你財產的麻煩 而且他們說如果 假設真的生病被她傳染 就是那個人真的死了或怎麼樣 他們要擔心 他們要賠一些財產這樣子 那個財產其實 就是像他們的瑪瑙珠阿 或是鋼盔阿 銀盔 就一些他們傳統的一些寶物 或是 就日常生活的用物 那些都是財產 然後再來她認為 我只要有能力可以做 就 就不需要你來 就你來做 就等於是 我沒有能力 就詛咒我 就沒有這些能力 對 那這些 另外是家屬也反對 就除了這些老人的 自己覺得不喜歡 也不是不喜歡 她就說不要 然後 家屬也會 第一次她會覺得 你去照顧我的爸媽 她會感覺到 受到尊重 然後 會講說 我沒有財產可以陪你 然後她就感覺說 你來照顧我的父母 就是取代我的責任 取代我的一些角色 所以她就會講說 好像我沒有很孝順阿 然後像我們 沒有活著的人一樣 就是 不是他們的存在 那在下半藍波安 她有 她有一篇作品裡面 就講到說 她的一個表弟 就有點溺水 然後她就大叫 救命啦 救命啦 然後後來表哥就來罵她說 你幹嘛叫救命 你家很多財產嗎 然後你叫救命 外人來救你的話 我們家賠得出財產嗎 所以這個就在 蘭嶼是 就是你如果去救別人 或是 救別人的命 那是非常貴重 就是會賠非常多的財產 所以以前的人 是不會由外人 來去介入這些 照顧阿 服務的這些事情 那有一對就 夫妻阿 他們就是八十多歲 然後他們住的是四門房 在野藝部落 雖然就 位高權重的老人家 那雖然就是 年紀比較大 但是他們會 還是會去山上 如果天氣好 就是他們還是會想辦法 就 藍嶼常常會形容 老人家即使爬著 都要去山上 拔拔草 結果他只要有能力 他都會去做這些事情 那我們就 每次都去跟那一對夫妻聊天 然後就覺得很開心 因為 對 然後後來我們就想說 那個地上有點雜草 就開始蹲下來 就邊聊天開始拔草 然後那個阿公就說 不可以 他說拔草是迷姓 就是迷姓是馬甲牛這樣 然後就在那邊 旁邊想 百思不得其解 為什麼拔草是迷姓這樣 後來 他就說 因為拔草是女兒 該負的責任 就整理家務 整理環境 是女兒在 可是即使他女兒是在台灣 然後就想 他就說即使他們 呃 就女兒沒有辦法做 其實他們也會 自己蹲下來 然後想辦法就是 把草地 打理乾淨 所以其實他們 只要老人 只要老人 有能力 他都會想辦法 把他的環境 都是整理乾淨的 那另外一對夫妻 呃 就也跟他們滿熟 就滿常去他們家 然後每次會跟他們 開玩笑啊之類的 然後有一次就那個 呃 有點有點間界的講 就是說 就說那個志工阿姨 是他的太太 然後他們兩個可以結婚 他的意思是說 那個 那我就想說 天啊那個阿姨跟 那個阿公差四十歲 四十歲 對 就是為什麼你會說 那個阿姨 就是可以跟自己的老公 結婚 那就剛剛同樣的邏輯 因為夫妻之間是當然的照顧著 那有別人去其他異性來去做 他應該做的工作的時候 就是詛咒自己死掉 對 就雖然他已經了解 所以我們來做服務 就有時候那種像是半開玩笑 或是他其實內心還是有那些在意的 呃 那所以我剛剛講到說 就如果蘭宇仁他們就比較清楚的分 就兒子 他做孝順的工作就是 一般男生 在蘭宇就是做的男生的一些事情 然後 呃蠻重要的說 男生要背父母親的屍體 對 然後女兒就是做一些家務啊 送飯這些 那像 因為他們要背屍體 所以會有一些老人 在臨終的時候 也不是臨終 就他在很重病的時候 他有時候會選擇 他不要吃太多東西 他會認為他自己快走 那他就會說 如果吃太多東西的話 呃第一是 他就可能會有些排泄物不好處 那那個傳統屋裡面 沒有廁所 他們要想辦法走到外面上廁所 就比較麻煩 然後第二就是 他覺得他自己如果吃太多東西 兒子要背他 再來 呃背屍體的時候會很重 所以我覺得那個是 真的是老人很 很體諒孩子的一面這樣 那 現實因為社會變遷的狀況 確實會有一些 呃 就是照顧需求的 缺乏吧 就可能孩子不在台灣 或者他就是住的比較遠等等 那有些狀況像 如果他就剛好是 兒子跟媽媽住在一起 可是 在蘭嶼就 靜清亂倫經濟 就是 兒子不能去照顧媽媽 不能看到媽媽的身體 甚至連開玩笑都不行 就 有時候會覺得 欸 這一家就是 大家就一直在講 黃色笑話 然後等一下去到那邊 找一個老人進來 然後大家就開始講 轉換別的話題 結果他們就說 如果是 有長輩進來 就不能開黃色笑話 對 所以那個就是 靜清亂倫經濟不只是一個 就不能看到身體 不能看到私密處 是連 言談之中都不能講到 跟 言談有時候 真的不是跟性有關 就只是一個 很簡單的黃色笑話 都不行 那女兒 同樣就是女兒 也不能看到父親的 就是身體 所以如果 假設一個 年老的 呃 阿公他 可能需要換尿布啊 然後 他就 一般我們在台灣 比較 女性是一個 就 假如不管他 就照顧父母的 可是這個狀況是 他女兒沒有辦法幫 父親換尿布 實際上 但實際上看到 還是有女兒幫他換尿布 可是這個時候 我就有一個阿公 我為什麼叫他 叫眼神阿公 就是因為 他每次女兒幫他換尿布 說他眼神就是 哀怨到極點 然後我 我聽淑蘭姐講說 有些老人會形容說 如果給女兒看到 就阿公形容說 就是私密處給女兒看到 他就會說 我實在都不想活了 就是 他會覺得他犯了非常嚴重的 那個 近親亂倫禁止 就好像跟他女兒亂倫一樣的感覺 好 那 所以 呃 從我剛剛 呃 我的問題就是說 到底誰可以照顧誰 所以他們主要就是 呃 以核心家庭 或是三代同 三代同常的家庭 那 之外的 親屬他們 比較 呃 比較不會去從事一些 呃 就是照顧方面 他如果說真的沒有小孩 他可以從 呃 就堂兄弟姐妹 然後表兄弟姐妹的孩子 來去照顧 可是同時 他在照顧他的時候 就會有點 有 就是他的 他可以繼承他的財產 那個時候會是先講好的 有點像任意子一樣 就是會先講好的 那所以 後來 也是因為這樣 所以我們真的實際 在剛開始的時候 照顧老人 就會變成 大部分時間 就是跟他陪伴聊天 然後一些身體清潔啊 家事服務 就會做的比較少 那老人 就也會講的 就其實我後來發現 老人也蠻可愛 他就 他會其實會默默接受 志工的服務 他會特別挑一兩項 就說 欸你不要幫我洗衣服 因為洗衣服 是我女兒要做的事 但其他是可以 就是他有時候會覺得 他為了尊重他的孩子 他會選擇 他認為最重要的那一樣 或是說 欸你不要 就是你不要送飯來 因為有時候我們會拿一些東西 給他吃 他會說你不要送 其他像八寶粥啊 零食這些 ok 但是他說正餐 你不要送正餐來 因為這是我孩子會做的事情 他會保留那一項最重要 但他其實有一些老人 就他是有這些照顧需求的 然後他會盡量就是為了他的孩子著想 然後留下他覺得最重要 就是孝順的那個 那個事情是留給孩子做的 那另外就是這些志工大部分就 因為其實大家就是同一個部落的志工去看老人家 這個狀況就像是 如果你家是開放給其他鄰居來看的話 老人會覺得那種顏面受損 他就會覺得說 欸我是備份比你高很多的 為什麼會有一個晚輩來去幫我做這些事 他會覺得很丟臉 那老人我就說 像 像有一個阿公 他那時候住在我們家隔壁 他九十幾歲 就平常很少看到他出門 就幾乎是 都在家裡算是休養狀 他說他有COPD 就是每次有些比較劇烈活動他會傳 但是如果是部落有那種全部落的殺豬活動 他就一定會出來 就即使拿一個刀 然後就一咯 就是他都要做這件事情 然後我就問那個阿姨說 問我的報導人說 啊平常看到他是 就是有點虛弱樣子 為什麼 就是有傳統 就是他們說拜拜的時候 他就會想辦法 就是到很遠的地方也要做 就殺豬這件事 他說因為他算是部落裡面 輩分比較高的老人家 那是他的職責 就是殺豬是他的職責 他就會想辦法去做 那剛剛也就 後來我把他整理得比較清楚一點 就是說 可能 兒子是照顧父親 然後 兒子繼承父親的財產 然後女兒相對就是繼承母親的財產 然後照顧母親 然後夫妻之間 就是這個都是不能夠 就是說不能夠兒子去照顧母親 然後女兒去照顧父親 就是他這個其實蠻清楚的性別界限 然後我剛剛講到說 有個輩分的界限 就是晚輩 像志工他們是晚輩 他就不能逾越這個界限 那相對其實志工的丈夫是會生氣的 就是這些志工阿姨都會開玩笑說 什麼他老公會吃醋阿 然後什麼他老公嫌他沒做家事阿 但實際上我覺得就還是一個 就是他們在那種親屬邏輯的那種感覺這樣 就覺得你去幫了別人家做別的事情這樣 可是我就說當初會看到好像老人拒絕這些服務 但實際背後我覺得就是一個當地人的一個親屬邏輯 他們對於親屬倫理的一個想法 那所以後來居家關懷協會 到目前他基本上就一直 從那個時候一直延續到現在 那一開始的時候 因為如果說全部的老人都拒絕這些志工 其實志工也會沒有那個信心去做下去 所以一開始有些志工 有些老人很喜歡我們去 那後來仔細去確認說那些老人大概 為什麼有些老人就很OK阿 沒有這種拒絕不拒絕的問題 第一就是他沒有結婚沒生小孩 就很簡單 就他覺得那你來照顧我 然後再來是就是他會遇到 就我剛剛講像 那假設兒子跟就是媽媽只有一個 阿嬤只有兒子的話 那那個兒子沒有辦法去照顧媽媽一些身體清潔的 那兒子也覺得很 他會覺得有人可以這些志工阿姨來幫忙 他很OK 就兒子覺得OK 那媽媽也覺得很OK的時候 他就會接受這樣的狀況 那我剛剛另外講的就是說 推移的狀況 就是老人是有這些需求 他是有這些照顧的需求 因為孩子現在他們白天都要去工作阿 他沒有辦法像以前這樣常常回來 看父母親一樣陪他們聊天 所以就我剛剛說 他其實有條件的開放這些親屬倫理 就是本來是孩子做的事情給這些志工 像就他就會特別 有些老人會特別交代說 你不要洗衣服 然後不要送飯 不要給我孩子看到 就你來可以 你可以挑他去上班時間 然後不要給他看到 所以這些就是某種程度就是 他已經開放了他那種親屬倫理的界限 那所以剛剛我就談到說 後來我比較明確的會知道說 獨居並不是來於一個普遍的文化現象 就並不是說所有的老人 在晚年都會面臨到獨居的狀況 一樣有一些獨居老人 但他可能有一些他特殊的狀況 或是他過去生活時的一個特別的情況 那還有我剛剛講說 有一些國宅的政策啊 然後還有島內的人口外 大量的外移等等因素所造成的 那第二個問題也是在 這一次就是特別 我就重新在想說 哪有的老人他們到底認為 怎麼樣是一個好的 就是老的狀況呢 那我就那個問阿姨說 老人都怎麼樣 他們叫喇喇各這樣 然後我們說 那怎麼樣的人稱為喇喇各 他們就認為說 大概就是他如果當 祖父母輩 他就可以叫做喇喇各 可是他說真正的老 就是那種身體 沒辦法負擔任何勞動工作者 像蘭宇是假設 像台灣就寒衣弄損 然後就 祖父母留在家裡 幫兒女帶小孩這件事情 是好像 就大致上認為是可以接受 可是蘭宇就 我就說老人會不會幫忙帶小孩 他說不會 他說他有工作能力 他要去田裡 他要去海邊 他怎麼會留在家裡幫你帶小孩 他會覺得帶小孩是 就是沒有能力的表現 那我說那小孩誰帶 他說小孩就是 附近的其他 年紀大一點的小孩 就是表兄弟姐妹啊 什麼就是大的小孩 帶小的小孩 或是父母親就帶到田裡面 所以這整個思考邏輯 會跟 就是 台灣的那個想像是不太一樣 就是他們只要剩下 任何一點點能力 他都要 把他表現出來 然後另外剛剛就很清楚 只要是他能力範圍可以做的事情 有別人來做 就 就好像取代了他 就是 詛咒他沒有這個能力 那所以 有人類學家像 一張宏川就說到說 蘭宇社會其實是一個 他很強調說 你 人的價值是 你能不能 各盡其分 就是做好你本來的那個角色 然後 每個人也有明確的分工 好 那第三個部分 我就會 就回歸到 我覺得 後來 在 就蘭宇的 後來我們有一些政府的居家服務的方案說 我們是把老人做分類的 就是那個分類架構是跟 蘭宇當地人的分類架構是不太一樣 在台灣 65歲以上老人可以領老人年紀 然後在蘭宇 就應該說台灣的原住民是55歲 那是因為原住民的平均餘命是少 就少其他漢人10歲 所以他們就睡55歲 像我的 我的主要報道人就55歲 他就可以開始領老人年紀 可是我說這個分類界線用年齡 或是用平均餘命去推估 這都是一個 就是 一個可能是社會的一個分類界線 那因為政府是有居家服務的方案補助 就是他有一些派居服員 然後去老人家裡 但他第一個 他是中低收入戶 然後第二個就是他的ADL 他的失能狀況 所以如果我要 一個來語的老人 他要接受居家服務 就他如果不是低收入戶 然後或是他的失能狀況 分數不到 那他都是沒有辦法接受政府 但如果他有 他有 照護服務的需求 就是 如果那個框架沒辦法 湊上的話 他就拿不到政府的這個服務 然後後來 後來因為這個居家關懷 就是他們 居家關懷協會 有去承接政府的居家服務的方案 所以本來的那個 志工的服務 就慢慢轉成 有些人會去 成為居服務員 然後他們去照顧老人 是有錢的 就是其他人 志工服務是 那當初是沒有錢 但是後來有居家 服務員的時候 他們去照顧老人 就是照失心算的 所以也會在 就當初 有些人會覺得 他是單純的一個服務 或者是他慢慢 開始轉成工作的時候 那老人也很妙 就老人 就後來知道說 有些是居家服務員 然後他們是有領錢的 然後那個 他就會說 你的錢要分我 因為你是照顧我 所以你才拿到錢 所以你的錢要分我 就那個邏輯也不太一樣 這樣 那後來我們想的一些方法 就說到底 其實我後來發現 就 他其實 我覺得不只是傳統跟現代的衝擊 而是 整個社會變遷的 這整個潮流 都不斷的在帶著 所以你必須 在這個中間中 去做一些 謀橫或是溝通 或是更多的對話 那所以 後來在居家官員協會 我就幫他們 大概整理說 今天我們怎麼去幫老人 再規劃說 他可以 呃 假設如果他身份符合 社會補助的那個 居家服務的方案的話 我們就拿 政府補助的錢 那如果不夠的部分 就是從 製工的服務去做鐵 因為有一些 還有一些 政策會影響到老人的服務 那可能前一年 給你的居家服務的人數 就是給你說 欸你可以一年 一年有八十個case 然後隔年變三十六個case 這樣 我們這實際遇到的狀況 然後 我們等於說 本來那些老人 他可能每週都固定有兩次 有居家居服務員去看他 可是 他可能明年度 我們就跟他說 欸今年政府沒有那麼多錢 然後你就沒有居家服務員 所以我後來發現 就 居家公開協會說 他必須同時 還是有他的那些 職工服務在 就他不斷的是 他可能需要就是 也借助政府的一些補助 去取得一些資源 但當 他們當地的 原來的一些 呃 職工服務的那個屬性 就他是做 他是可以把他 呃 就合併起來使用 那有些老人家 因為我剛剛講說 那個低收入戶 那件事情 就有些老人會 我看他們說 欸今年就 銷案銷幾個案 就是哪些個案 本來是有 當就是 接受居家服務的 方案 但是有些人怎麼隔年 就沒有了 他就說因為 家人覺得 他去拿農保會比較好 因為農保是 每個月拿八千塊 然後低收 如果你是中低收入戶的話 就不能拿農保 所以他就會取消 中低收入戶保 去拿 每個月八千塊的農保 那可是中低收入戶 他就是 但是他可以使用居家服務 所以這時候 就可以去跟家屬溝通說 那你要不要 可能用一些自費的方式 或是等等 就是跟他講好處 然後 幫助他決定 他到底要用 中低收入戶 然後讓他的老人 他家的長輩 可以繼續接受 送餐啊 或是居服員這樣子 就是這個 其實就是 要怎麼去 跟這些家屬溝通 那所以我就剛剛 大概最 我在論文最後面的一個 比較清 就一個結論 主要是說 我覺得藍與老人 他們是有 看待自己 接受照顧是一個界線 那那個 外在就是我剛剛講的 他本身的經濟條件啊 就是中低收入戶啊 或是他的 日常生活功能的一些能力 這些就是 我們外在去看 他還說 他需要哪些 服務的一個標準 可是他內在看待他自己 內在那層界線 看待自己的 就是比較屬於 文化層面的 就是他的 親屬 就是親屬倫理啊 或是他的年齡 輩分 個人成就 這是他的思考 但因為整個 因為社會變遷 所以 老人其實自己也意識到 他需要多一點人 去關心或是照顧 他也 滿巧妙的 把這個界線 就是慢慢推開來 就有一個 推移的過程 那 現在居家關懷協會 就 我覺得這個結論 非常的簡單 但是在這個過程中 花了很多的力去我們去摸索 因為答案其實很簡單 就是 我們再去做服務的時候 就先跟家屬溝通 然後家屬說OK了 老人就會接受 因為其實老人最在意的是 他的孩子的生命安危 就簡單來講是這樣 那如果說 孩子願意接受 志工服務 或是居服員服務 就他覺得 他覺得受到尊重了之後 那我們專業人員去照顧老人的時候 就OK了 就比較沒有現在這種阻力 就比較沒有現在這種阻力 嗯 好 所以這個 這個代表我後來有在 蘭嶼工作一段時間 然後 今天我們也辦了很多像 像 在台灣一樣 像老人聯誼的活動 可是這在以前是不存在的 像我記得 捏桃這件事 就覺得 欸你很想要辦一些 比較屬於老人適合的一些活動 然後我就想 欸對蘭嶼我本來有桃 然後為了這些桃 我們就說 那我們去台灣買進桃土 就可以了 因為再來也要弄桃比較麻煩 就是要去弄 弄桃土啊 然後燒啊 然後幹嘛的 然後我們就說 那我們進桃土就好 後來就問了一下 他們就說 他們做桃就是整年 只有一個月份 而且 對對對 其他月份是不可以做桃的 然後所以 欸這就是你要懂得 就是要懂得老人的邏輯 他們就說 那我們去買紙黏土 好了 紙黏土不是桃 然後 對 然後老人就可以接受 就很開心 就可以 他就可以捏紙黏土 所以 那就一樣可以完成 像以前他們就很多 像就是很多陶藝的作品 然後只是說他們那個陶土 真的是會拿去海邊燒 那紙黏土就放乾就可以了 就會讓他們帶回家 然後也會想一些活動是可能 像這是編漁網 就是我們只要發那個繩子 他們就各種想各種辦法 就可以把那個漁網編出來這樣 好 所以大概這我今天的分享跟報告 好 謝謝